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张秀曼 说起台湾的全国资源回收率 根据最新的统计 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几 是位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德国 所以在环保资源回收上 台湾可以说是世界知名的模范生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引以为傲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家呢 它呢在这个都位区里头 成立了一家 Zero Zero城市环保资源回收店 那怎么说这个 它的回收店跟一般的回收站 给人家印象真的是大不同 我们其实对于回收站的印象 就是有些脏乱臭 但是呢 其实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们要看看 他们如何将一个资源回收店 去做的 让人家觉得环境非常的整洁干净 而且让资源回收更显得 充容而优雅 我们带你去看看 一般人走进商店是把物品带回家 但是在这间店却是反其道而行 每个走进店里的人 都是把自家的物品交给店家 这是Zero Zero城市环保店 打破一般回收站凌乱 气味不好闻的刻板印象 整洁而明亮的回收空间 Zero Zero要和城市里的居民 一起回收做环保 城市环保店的核心理念很简单 大家可以去试想一下 我们所看到的回收站 其实都是屏除在城市之外 那我们成立城市环保店的一个用意就是 我们既然要做资源回收 应该要从家庭或是从商业做起 那其实都是在城市之内 所以我们的城市环保店的一个用意 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便利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时间也配合我们的会员 那我们的地点就选在都市之内的一个场所来做成立 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产出的一个类别 还有商业比较会产出的类别为主 主要大宗的话会有纸类 那还有现在环保署强制回收的一个纸容器类 那还有环保的一个塑胶容器 硬塑胶 铁铝罐 家电类 3C类别 这样子的一个产出 来ZoZero城市环保店做回收 只要填写基本资料加入会员 再把回收物品拿到店里称重 扫描会员卡做记录 接着就可以依照分类将回收物投进各个窗口 简易的流程 宽敞而舒适的场域 让这家店开业不到一个月 就以一天一公顿的回收量稳定成长 深受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 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 是我们平常都有在做的事情 突然开了这一家店 让我发现说 怎么做资源回收会有这么明亮的空间 跟这么干净的流程在进行 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 那也颠覆了我以前对资源回收 脏啊乱很臭那种刻板印象 因为这样新形态的回收模式 带动起社区做回收的环保风气 同时借由电脑的统计数字 也了解到现代人消费的习惯 一般纸类的话是我们常见的大众物料 但是在我们这家店我们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就是第一个是就一类的产出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网购崛起之后 电商的一个力道其实很厉害 就是大家在网购的一个采买 那它抛弃的那个频率其实也很高 所以这衣服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回收量 其实是逐渐攀升 那再过来第二项就是我们比较特别发现 就是我们的其他类包含了电池光碟 跟电线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子 或是有一些杂像的产出 其实以前他们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回收管道 那直到我们这家城市环保店回收之后 他们也了解到说 哇 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那么便利的回收 透过ZeroZero城市环保店 民众不只更加了解可回收的资源类别 因为店家所设立的回馈机制 更是刺激回收人气的最大帮手 许多我们平常习惯交给资源回收车的物品 来到这里全都可以变红利哦 因为只要集到一定的点数 这墙面上所有的日常用品全都可以带回家 让你可以一边做环保一边省荷包 不采取金钱获利模式 以物易物的交换概念 让回收更加单纯有效率 尤其是回收王的竞赛活动 让回收风气更加盛行 回收王的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就是号召更多 环保勇士它的一个量的一个增值 那兑换点数的一个红利商品当中 比较热门的还是直接连接到民生这一块 新北市的专用垃圾袋的一个兑换 那再过来就是比较直接 每天都会使用到的卫生纸类 或是厨房纸巾类 柴米油盐酱出茶这一类的一个兑换 其实频率也很高 那我们的点数现在目前也延伸到 可以兑换到我们的绿色活动 像我们前天有办理过的小小店长的活动 那未来会员他也是透过点数 可以来兑换我们绿色活动的参加资格 不只实际带动区域的回收风气 ZeroZero城市环保店 更进一步和学校特教班合作 开设资源回收实作课程 帮助身心障碍者建立资源回收的概念与能力 另外在店内也贩售相关绿色商品 一方面宣导环保概念 一方面增加营收 城市环保店要获利的关键 其实在我们设立这家店的前期 就必须做很多功课 包括了立地条件跟商圈的选取 跟人口互数的一个调查 那其实我们在设立的过程当中 会去调查这些之外 那我们也会去了解说 可能房东对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支持 跟左邻右侧对这个理念的支持之外 那我们也会进而去做资源回收以外的一个商业的开发 包括了我们最近开始尝试做着绿色商品的开发 我们找了很多台湾在地认真 而且真的是对环保进行尽力 对环境友善的一些产品 来增加我们的营收的一个收入 那其实来到这里的民众 他其实对环保理念是认同的 而且他更在乎他的身体 甚至他下一代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边我们的绿色商品 其实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获利来源之一 根据环保水的统计显示 台湾资源回收率已经达到57% 位居全世界第二名 展现出环保回收的实力 ZeroZero城市环保店 不只创造出新形态的绿色经济共同体 跟从在地扎根为环保教育尽分心力 我们刚才画面所看到的 是位于新北市的ZeroZero的城市环保回收店 那看到他这样子一个承设 真的跟我们印象中的回收战 是非常大的不相同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他们这样的业态的一个发展 感到非常好奇 希望我们的环保回收事业 又跨进一个新的里程碑 所以很高兴邀请到ZeroZero 城市环保店的行销副理 谢谢佳慧 欢迎你 好 大家好 我是ZeroZero的品牌公关 Amber 您可以叫我佳慧 谢谢 好 佳慧从事这一行有多久的时间 六年 六年的时间 您自己本身是 我是学Marketing的 就是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行销相关的 为什么会跨入环保回收这一行呢 我儿子选 是 对 我本来原本在 都在消费性的品项 像电信业或者是内衣 去做品牌的相关的就是行销主管的这样的工作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女生嘛 就是怀孕 等到就是会休息一段 就是为了培育小孩 所以就是有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那时候在重新踏入职场的时候 就重新找工作 那就有几项工作在选 然后那时候我小朋友已经 我儿子已经幼稚园了 所以他其实学校有例行资源回收的项目 那就有类似过去的消费性的工作 还有资源回收的这个环保产业 让他就问他的意见 因为自己也很彷徨 因为会想说环保为什么需要行销 但是我儿子告诉我说 老师说环保很重要 妈妈你去那个 因为他不希望我像以前那样子 做消费性的 品牌的工作 其实是比较忙碌 然后真的就是比较没有时间 那他觉得这项工作 因为越小小朋友 其实越听老师的话 因为小朋友做资源回收 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 那你儿子真的是天真的 非常有远见 对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行销 真的 我们之前回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外交行销的一个点 那事实上我也经常到国外 你看我们经常政府会派一些人 到国外进行一些城市交流 也有许多国家 他到我们台湾来看 所以我们怎么有办法做得这么好 所以我们等于是过去这20年间 推行这个环保回收 真的蛮深入到 从学校到家户个人 你看我们经常都会 尤其都会去的人 你看回家不管你消费什么 你可能都会去拆解 是我教的 或是说其他纸类的 你很习惯就会想要 忍不住就要做分类 这就是等于说 已经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而且以前我们会 小时候我们会看说 人家什么剪破烂的 或什么 现在剪破烂这三个字 已经多久没有听到 也是曾经变成垃圾变黄金 对 真的是垃圾变黄金 要不然就不会有 刚刚我们画面看到的 你看您把资源回收回去 可能再利用做一些 其他的再生的制品 然后这些会员 他还可以几点数去换赠品 我们刚刚画面所看到的 除了注意到这些 你们的环保店 跟一般回收站 真的很不一样的一个 整洁干净之外 还有看到可以换赠品 所以跟我们其他时间 我们常会觉得说 这资源回收很多都是车子来 对不对 我们交给他们处理 然后现在是等于说 你可能走路步行到这个环保店去 你们现在有多少家 我们目前就是有 这样新形态的城市环保店 就是着落在新北 然后有两家 一家在板桥 然后一家在土城 那刚刚荧幕上看到 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城的 新开的一个环保店 是 因为你们的这个公司 就是非常有名的 大风科技 这环保科技 甚至台湾最大的一个 资源回收体系 那你们等于说 在规划出 有别的传统的回收站 一定有发现它 城市有这个需要 所以你们设置土城 跟板桥这个点是 它有什么特色 跟主人说明 因为大风环保 其实从2001年 创立到现在 累积了在 应该说资源回收的 这个通路的经营 有很大的一个经验 但是它早期经营的是 比较传统型的资源回收站 也就是可能民众会比较 抗拒说 如果那个开在我家旁边 我可能地价就要跌了 我的房价就要跌了之类 那但是那个 本来就是传统的 一个资源回收站 它也是大风集团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营收的一个来源 但它的对象 其实是以回收为生的 这一些拾荒的人 我们称之为拾荒 但其实在我们公司 其实是它 它是我们的伙伴 那所以因为看到了 一般就是拥有 大量的资源回收 其实是一般的家户 就是你我家里 其实是做资源回收 但我们可能都是求便利 然后就直接把它丢在 社区的资源回收桶 或者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到资源回收车 那其实我们去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发现说 一般家庭的 它其实对环保教育 还有资源回收的一个落实 其实是比较重的是价值 所以我们其实才会 就是成立这样的新形态的 一个城市环保店 但这家店 他除了资源回收以外 他还会去销售一些 绿色商品 那这个最主要就是 希望去营造给 就是顾客一个 绿色生活落实的场域 所以他除了做资源回收 他今天来的 其实他是要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回收 然后我们透过会员字 然后累积点数 点数他可以兑换 日常生活用品 比如说因为这两家店 都坐落在新北 那因为双北 其实是目前台湾落实 就是垃圾水袋 增收的城市 那最常被兑换 当然就是专用的垃圾袋 因为他其实是不用 再掏钱去买 他其实是把他家的资源 回收物拿出来 到我们的门市上 那其实他累积的点数 就可以去兑换这些资源 就是专用的垃圾袋 所以其实我们要 落实推行的是 一个就是民众 他可以去实践 他的环保价值的一个场域 所以这个场域就像刚刚 主持人一开始讲的 他非常的时尚 然后非常的明亮 其实从外面走进去 可能以为 它是一个新开的一个 就是咖啡店 那当然在这家店 他回收是他的基础 但他也同样介绍 好的绿色商品 给民众来做选购 我想我们一般会 回收资源 会做到这么高的一个回收率 主要并不是说 我们会觉得说 回收这些可以换赚到什么钱 就是还是在于环保 我们的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注意到 可以会员及点数 来换一些赠品 那这种方法 是不是可以更加促进 当地回收一个风气 我们稍后回来请教 来台湾之前 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都可以讲 欢迎收看今天的 我是刘台帮 来唐台湾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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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方面的技术再致它的费用 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做环保 但是环保如果说它的价值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变得也会有点动摇 那以这个评则来讲呢 回复主持人 因为其实假如说你今天把它当成 就是所谓的我们说采购原料的这个价 应该说价格来算 你当然都会算到价格这件事 当然价低者得标嘛 可是其实相对 其实我们讲欧莱德好了 它倡导全球第一支 全球最绿的这个品牌 它其实它的洗发金 其实卖得比我们在量饭超市看的 开架上的商品还要来得贵 可是它为什么贵 还是可以创造一定的一个市场 最主要是因为它其实就是绿的彻底 我们这么讲好了 它绿的彻底 那我们当然我们算是它的供应商 所以我们的研发中心就会依照它的需求 去帮它研发 所以其实透过牛奶瓶这边的再生 也是我们不断的研究 然后才去知道说原来牛奶罐 这些可以达到欧莱德 他们要的品气的一个水准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价格跟价值 这个的取色是在于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把 如果把环境成本算进去的话 我相信就是再生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贵 你就认同说它的价值 愿意多花一点钱 那在大风在处理这些 我们刚刚看到ZeroZero是城市环保店 所有的回收物品 它都可以做一些在制利用吗 还是有些像比如说衣服来讲 我们不知道衣服下一步是怎么处理 专精的是在就是塑胶这个部分 那塑胶有1号到7号 那我们再生处理是Focus在2号跟5号 也就是PE跟PP 那PP当然就是饮料杯 PE就是大概是一些清洁剂 洗髮精的品气的那一些 那何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那个旧衣 其实台湾旧衣也是一个快时尚 很造成很恼人的一个灾难 对对一个环保很重要的问题 那目前其实旧衣 因为它的材料混很多 就是尼龙啊 有些化纤或者是天然的纤维 所以其实目前它并没办法像塑胶这么纯粹把它分出来 所以其实目前旧衣回收 我们大概都是台湾就是有那些中盘大盘 它把它清洗以后 可能就外销到国外去 或者就是再制成什么托把 所以它就是比较降级回收的方式 可是这个部分就要再回到源头 就是设计端 它是不是有进到它生产的这个责任 然后去考量到就是说 我用什么样的材料 然后可以让民众就是容易回收 而这些材料可以容易再回到再生循环的阶段 这就变成回收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 因为等于说快时尚 真的 可能家里一堆你可能买那种很便宜的 便宜货 但是你穿一两次可能就报销不要了 然后变成一个环保处理上的灾难 倒不如说你就实践换一件比较好一点的 穿的也比较不会腻嘛 因为等于说品质好材料比较好 你也用久一点 也不要制造这么多的环保回收的垃圾了 那所以在回收上 我还看到说 在回收站里头当然有很多一些比较电器的 3C的一个产品 如果说它那个箱子里头容纳比较大的 像比如说我们电脑应用比较大 或是电视机啊冷气机 你们会倒幅回收吗 我们因为大风集团它今年度有推出一个ZOZO的APP 那这个APP它其实就是为了解决民众的不便 那当然它透过APP当然也是因为 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 它可能做什么样子的动作都是在手机上点一点 所以我们把大型然后不容易回收 就是你可能拿 没办法搬到回收站的这些东西 就是透过手机预约 就是我们那个APP去做预约 那我们就会有专人到府帮你回收情运 是 那你们跟一般我们比如说 我们知道大型回收物品 我们先跟环保去预约 对 那你们的差别很显然就在于说 你会换成让他们几点 会员来几点 就多了这个就对 你觉得这个几点 这个促销方式是效果很好吗 我觉得点数行销是行销的一个 应该是说你跟顾客产生长久关系的一个方式 你看到处都在几点 超商OS都在几点 那为什么环保也要几点呢 因为这个我跟会员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个点数 而这个点数其实外显的是 我比如说我许家会 我例行环保 我里头有两千点 那代表我其实是一个环保人士 重量人士 然后我又可以把这个点数去换我喜欢的东西 他除了可以到我们是环保店去换 在18年他也可以到我们的兑换中心去兑换你想要的东西 我还看到说你们的换的赠品 当然有些是店里头卖的你说的比较绿色的商品 那有些是真的可以换 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像比如说你们有跟超商合作可以换一杯咖啡大概要累积多少的回收量 大概三四百点但是因为这个机制到就是2018才会正式推行 三四百点可以换一杯咖啡 那你看还有酱油是不是也有 对 酱油也有 所以等于说都是一些民生用品 对 但我们会不断的去行销 就是当然就是会有每日好康 那但是这些换的东西一定是民众他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做环保我们就不鼓吹过度消费跟过度浪费 因为大部分其实如果你有在基点的话 你会知道说像百货公司的满额里 或者是那个超商的那些小公仔 其实他最终都会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回收站 你在回收站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例行一个就是兑换你需要的 所以我们的商品还是都落在就是日常生活用品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酱油专用垃圾袋 米啊 盐啊 糖啊或者是当然现在咖啡真的就是很 很让你就是精神为自己赠 所以咖啡也是我们会会去跟一些票券公司做合作的方式 对 那你在这个城市环保店 我还会注意到说你在新北市这两个地方去设置 其实很重要的是一般上班族 他不是他如果不是住在这个大社区 他自己就追着垃圾车 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公时台湾的公时是不是蛮长的 回到家里如果一塞车的话 你回到家里都几点垃圾车可能搞不好都跑了 所以城市环保店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诉求 是针对这些要追追不到车的人所设置的 对不对 我们环保店一开始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要解决民众的不方便 因为任何的行销都是要就是解除民众的痛点 所以我们其实在当初在设想在新北 就是思考到就是说民众其实在一些旧社区 我所谓的旧社区就是他可能没有电梯 没有社区的管委会 没有那些资源回收桶 那他必须要按照环保局的这个垃圾车 资源回收车的时间去执行他的环保任务 那所以我们其实就把它设立在这样子的人口数 还有就是比较是旧型的商业跟住宅区混合的这样的区域 然后其实就像主持人刚讲的 因为他其实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开到他的下半后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follow他的时间 然后很优雅的去进行资源回收 几点到几点 我们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 你觉得八点也差不多了 八点以后人来的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时间好像跟美容院会很接近 所以在你们观察 就是时段最多人来的大概是什么时间 大概都是早上跟晚上 就是早上他会有一波就是出门买菜 或者是家庭主妇 晚上的时间大概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上班主 那有一些年轻族群会更晚 就是大概到关门的时候 那这族群分布上有没有观察出哪一种特色 就是会来你们的店里头 女性举头 女性喔 年龄层是不是 我觉得年龄层倒让我跟传统的资源回收站有很大的不一样 传统回收站的年龄层都很高 因为都是一些靠回收做运动的阿公阿嬷 我们称之为就是这些始皇的天使 环保自公 然后城市环保店他的年龄层是比较年轻的 可能都是一些妈妈上班主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年轻人 因为其实GioGio他其实很用心在 现在时下年轻人他行销沟通的工具 也就是像Facebook Liteite这些工具去跟民众做沟通 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有发行GioGio的一个刊物 那其实透过内容行销 去跟我们想要沟通的对象去做沟通 其实创造的就其实是还蛮让我讶异 就是他跟传统的资源回收站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传统资源回收站真的年龄层是非常